对中国来说 阿根廷是存在于世界另一段的国家 无论往东还是向西 直线距离都超过两万公里 最大载油量的飞机仍无法直达 在这个有些陌生的国度 雨林和冰原并存 荒漠和海洋辉映 南北跨越3700公里的距离 造就了阿根廷多样的自然风貌 世界上最长的山脉 安蒂斯 全长接近9000公里 它的南端 跨越了阿根廷的整个西部 就在这条南北脊梁上 隐藏着无数的美丽和记忆 如果想去安蒂斯山脉做一次深度旅行 找到雷蒙你就成功了一半 今年62岁的他 是唯一熟悉解放之路的旅游巷道 也是那一段重要历史的守护者 1817年 阿根廷国父圣马丁将军 率军队翻越安蒂斯山 带领南美走向独立 38年间 雷蒙和数以万计的游客 重走这条解放之路 追忆那段蒸容岁月的艰苦与荣耀 今天雷蒙精心准备 正等待一位多年的老朋友 和雷蒙一样 卡洛斯对安蒂斯山 也有着与生俱来的热爱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 每到这个时候 他们都会相约进山 阿空加瓜 南美最高的地方 海拔6962米 数万年来的冰河和强峰 塑造了这一带 独一无二的地貌 在卡洛斯眼中 安蒂斯是梦想与自由的化身 是阿根廷人特有的精神所在 也是他的画部最爱的景色 梅子进山都声势浩大 六匹马组成的马队 拖着近半吨的物资 这些都是作画必须的装备 作为与众不同的剧目画家 卡洛斯的作品长度 经常都在三米以上 有的甚至超过十米 每次绘画前的准备 都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但一切都是值得的 用这样的方式 卡洛斯记录下 他眼中最真实的阿根廷 壮丽的安蒂斯山 北部神秘的丛林 辽阔的潘帕斯草原 南部巴塔哥尼亚的荒野与冰川 阿根廷每处独居一格的地貌上 都留下了卡洛斯的足迹 他在旷野之上 将身体的感受融入画壁 勾勒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作为国家意义上的阿根廷 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这是一个年轻的国度 现代的五光十色 浸染着人们的生活 但这并不意味着 这片土地缺少古老的记忆 圣湖湾国立大学 马丁内兹和他的团队 接到消息 伊斯奇瓜拉斯托国家公园 有了新的发现 作为阿根廷科学界 最出色的古生物考古学家 马丁内兹一直致力于探索 这片土地上的古老生物 在他心目中 只有从远古算起 阿根廷的历史才算真正完整 伊斯奇瓜拉斯托 坐落在阿根廷中部 这是一片举世文明的荒原 复杂的早期地质运动 被这里留下了许多宝藏 地球上只有这块土地 完整记载了两亿年前 三叠计划时的形成过程 伊斯奇瓜拉斯托国家公园 那是什么我们今次见过 或者是一種草莉莉莉莉莉 我們帶他去大餐廳的大餐廳 今天是個幸運的日子 馬丁雷茲有了新的發現 同樣是在這裡 1996年馬丁雷茲有過一次震驚世界的發現 一種新的恐龍物種 新物種後來被命名為史池龍 2011年科學界宣布 這是目前人類已知最早的恐龍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 這片古老大地上的生命並非轉瞬即時 他們只是選擇了另外一種方式 可以延續 在伊斯奇瓜拉斯托的發現 讓馬丁雷茲沉浸在興奮之中 過去的四十年間 他們與遠古對話 尋找著這片土地凝固的時光與記憶 這是古老與年輕並存的阿根廷 這片土地凝固的時光